youtube voodoo 不是自己的心好像 毀壞的誠意,沒有長延 很嚴重 我們的 邏輯零件四 接下來會跟哪一個接觸?那就是零件五囉 就是那個電圈 電圈好像是放在這個地方 中間這個地方 電圈的尺寸,Fy 28這些 我們就把他放在這個地方 有時候我們要觀察他的一個相關性 復活實體做起來就是一定要接觸或相關才能依序建立好那我們就建立零件5 在這個地方我們直接在這個上方畫我們的草圖 那我們就 來看怎麼做先第一個選到這個面我們來做投影集合圖形 中間這個圓孔輪廓線這樣抓出來了 這樣我們才能畫圓 好 畫圓圓的尺寸是44 好直徑44然後直接做一個擠出 從擠出兩個輪廓然後呢距離 工作平面2這邊我們再檢查一次犯規 這樣就直接擠出來了 確定 然後這個電圈零件5就搞定了 好 這個就好像會比較方便一點就看個人 然後我們再來左邊看這裡有一個小孔 這裡有一個小雲孔是什麼造成的草圖 我們把可見性關掉 好 這樣子比較乾淨 好 那零件5做完了按照下一個應該就是可以開始做我們上面這裡的 接觸零件就是我們的把手 零件3 零件3是我們的把手 在我們這個題目頁啊這邊有零件3的前視圖跟腐視圖 好那我們就回到這個組合檔這邊 從這個地方我們來建立我們的新元件名稱叫零件3 然後找到那個接觸的地方在那個面這邊我們開始揮製我們的2D草圖 先抓到這個平面來我們來開始揮製我們的草圖投影幾何圖形 把比較重要的轉一下重要的圓 這個電圈 鍵5把它投影出來 再來外面這個是假爪的話 假爪需不需要投影 還是不需要就直接畫矩形了 矩形拉一個矩形 再來我們看假爪的畫矩形 應該是 在上面 左右 這方向有關係喔 再來畫三個矩形 圓點我們把這個 X軸線 Z軸線都把它投影出來 直接針對 X軸線還有是剛才的Z軸線做一個上下左右對稱 的一個約束 這裡把它對正 貢獻了 再來上到下尺寸是 50 22 好 22 以上到下總共的總尺寸是40 再來 這個把手 這裡到這裡的距離是20 從左邊到右邊的一個距離是56 這裡 到左邊的距離是44 好看起來都約束完畢了 那我們就已經畫了三個矩形 正規這個矩形做1的擠出 選取輪廓 轉一下 選對 全選試試看 好像可以 那我們來做一個旋轉可能有做錯 剛才看起來 對啊 好像不太對 來我們來轉轉一個角度 這個要檢查因為你要看那個 這個 圖 好你才知道判斷 我們來轉一個180度試試看 這樣看一下這56 14 20先刪掉好了 像這樣子 沒辦法轉 選取 來 中心點選中心點啊 果然因為有了標註 就沒辦法旋轉 所以我們先去掉啊 好來再來標註 啊 22 再來外面是 40 這裡是20 再來 這裡是44 56 上下對稱 上下對稱 好 搞定了 啊 我們剛才做方向是不對的啊 所以我們現在重新 轉了方向 然後再來 重新約束 再來重新定尺寸 那現在我們來繼續做我們當初想做的就是擠出快捷鍵1 然後 選取輪廓 選取 這個夾爪的一個輪廓 因為這個摸字型 扶字型也可以啦 看你怎麼講來擠出 擠出的厚度高度是多少 是44 好 擠出了夾爪啊 因為他的長相長得要正確的方向 好 返回 好工作平面1 可見先關掉 來 接下來我們找到這個平面我們來開始 從這個面我們來開始 轉一下 轉一下 好 從這個 組合來看一下這個面的話 他對應到 YZ平面的話 XZ Y平面是水平的 那這樣零件 3 把手 我們要把他的這個平面也把它 可見性抓出來 然後在工作平面1那邊 把它 看一下 喔 因為你看他會同步喔 所以我們在組合檔那邊做的工作平面來 將目前視圖視為主視圖 轉一下 來正投影這邊 OK 先轉到合適的方向 我們在做才不會亂掉 好 再來YZ平面這邊我們來畫草圖來f7剖切 然後來做投影幾何圖形 啊 S軸軸抓出來右邊直線垂直的輪廓線也抓出來有這些主要參考線我們就來畫 圓 圓 直徑30 然後直接拉出來 這個東西把手 我們就要拉線 兩條線 把手一定要把手嘛 沒有把手搞 搞投啊 中心 然後把它做一個約束 這個中間這個 我們也把它做一個對正 好 下面多數的多餘的網 用X 快簡介把它刪除掉 修剪掉 修剪掉 好 有了這個我們把 中間這個 當做 我們的中心線 到時候我們先來 先定它的尺寸 跑到左邊去了 拉拉拉拉拉回來 這個尺寸 啊 高度是20 這裡到這裡 我們把定為中心線 再定我們的file 也就是直徑16 到時候到針對它來做一個旋轉 好 那這樣子標注 看一下 這裡 還沒有約束 這裡 186 好 總長186 我們來做一個R的一個回轉 這個把手 都有了 回轉完畢 再來我們來到側面 這邊 我們來做 草圖 投影幾何圖形 R走 Y走 都抓出來 文廓線也把它抓出來 來放置我們的點 放置 放置完了 放一個標注 標注20 這裡 到旁邊放置孔 H 直接的通孔 直徑是10 好 打一個通孔10 導圓角 導圓角 R2 這個拔手 這邊左下方 R20 R20 導角 導角定4 是上方 4 在看圖 確定 有什麼地方 還有一些導圓角6的地方 這個拔手跟 主體的接觸部分 是 再來4 還有哪些地方 這裡旁邊外面 這弧線的地方 是R4 還有這邊 值 兩個小值 也是4 橫 也是4 好 還有什麼 地方 大家一起看 一起找 跟老師說 沒有問題 我們把XYZ平面所有平面 可見性關掉 儲存 Ctrl S 這樣 夾爪就完成了 另一件事完成了 我們再來組合檔裡面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 跟孔位要對陣 把縮小 縮起來 儲存 啊 組合檔就完成了 這樣子 把手 也搞定了 那 要不要順便處理一下 如果你看到把手我們當初就是用複合實體好從零件1零件7零件2現在做 零件4夾爪零件5電圈零件3把手 所以就是依序跟他們 有相接觸 來一步一步做 這個 給這位參考一下他的接觸啊還有方位這是非常重要的 要注意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可能其他的零件 各位嘗試看看用複合實體做做看 好不好 那 大概今天這節課就是這樣 這個 跟最 Gut 跟以往 跟過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